01檔案,我是Mike 今天講的這個案件裡面 作案人決心要殺死12個不同星座的人 作案之前他都會夜觀天象 根據天文現象決定會不會去行兇 1989年11月17日 紐約則十五區警局收到一封信 信中有一個圓形的圖案 分成了12份 寫信人說他將要殺12個不同星座的人 由於警方經常都會收到各種奇奇怪怪的信件 他們就將這封信當成了一個玩笑 49歲的Mario視力很差 他的小腿從出生開始就有缺陷 他平時走路都要用到拐杖 雖然是這樣,他不願意接受政府的救助 Mario在紐約的一個餐廳找到一份工 1990年3月8日凌晨1點多 跟平時一樣,Mario放工回家 走在布魯克林街上 這裏附近的治安不太好 但這裏是他回家的別境之路 當Mario走到一個交叉路口的時候 一個人靜悄悄跟上來 一聲不出,直接向Mario背部開了一槍 幸運的是Mario沒有生命危險 不過他看不到是誰做的 警方檢查子彈 了解到子彈是從一枝自製的手槍射出的 三個星期後的29日凌晨3點左右 34歲的Jimming在酒吧喝完酒 自己一個走在街上櫻下櫻下櫻下 他在想去女朋友家裡睡還是回老爸家裡睡 但他沒有留意到 有一個人在後面遠遠地跟著他 等Jimming走到沒有人的地方 那個人跑上來,拿起自製 Jimming倒地 經檢查,子彈也是從自製的手槍射出的 Jimming也行傳下來 他遇襲的地點來Mario遇襲地點只有六個路口 當時紐約治安很差 經常有類似的事發生 警方沒有把這兩個案件聯繫在一起 兩個月之後 5月31日凌晨2點左右 78歲的二戰老兵Joseph在家附近散步 Joseph經常失眠 他習慣在野心人靜的時候走走 一個男人走向他身邊 說想要杯水 Joseph見太夜就拒絕了他 開始走回家 Joseph年紀大了 他的腳不方便走不快 男人就跟著他 一直跟著家門口 Joseph沒辦法 只能入屋倒了杯水給他 誰知男人拔槍射向Joseph Joseph躺下地 男人很快消失在夜幕之中 Joseph重傷住院 三個星期後在醫院不治身亡 開始警方以為是打劫 希望Joseph可以認出作案人 但Joseph的記性實在有點差 他一時說是一個非裔的男子 一時又說是西班牙裔 之後他又說是亞裔 甚至連誰問他的話的警察 他都記不清 同一時間 紐約郵報收到一封信 信件的前半段內容 和之前警方收到的差不多 不過後半段就列出了這幾個案件 受害人的遇襲時間、地點和聖座 信件專門標明 所有案件都發生在布魯克林 第一個受害人是天蠍座 第二個是相子 第三個是金牛 作案人很清楚他們的生日 不過有一件事他說錯了 他以為受害人都死了 實際上由於他的槍是自製的 每一次只能夠裝一發子彈 而且威力和準度都差很多 所以有兩個受害人倖存了下來 媒體開始報導這件事 大家也開始擔心 這些案件會不會和二十幾年前 在三藩市作案的星座殺手有關 是當時有五人遇害、兩人受傷 作案的時候也會寫信或者留下字條 最後還未找到陣控 警方將當時的信和現在的進行對比 確定是兩個不同的人 但相同的是警方都沒有什麼頭緒 紐約的民眾開始擔心 尤其是當有人問起自己是屬於什麼星座的時候 大家都會非常警惕 聰明的人就會說自己屬於天蠍、雙子或金牛 在信件中,莊安人提到 可以阻止他行空的是 當獵戶座和七姊妹星團在天上出現的時候 警方找來天文學家 問究竟什麼時候獵戶座和七姊妹星團不會在天上出現 那就很可能是他下一個行空的時間 天文學家回答 6月19日 當日,警方調派了大量的便衣警察在布魯克林區內巡邏 希望可以抓到這個紐約星座殺手 深夜,星座殺手的確再次作案 不過這次不在布魯克林,而在曼哈頓 在中央公園 露宿者Larry準備在長椅上睡覺 一個男人走過來跟他聊天 說自己沒錢,也打算露宿街頭 聊完之後 他去了另一張椅子躺下,看著Larry 等Larry睡著之後 男人起床,開槍,留下字條,離開現場 巨蟹座的Larry也倖存了下來 他跟警方說 作案人應該是一個飛蕊 30歲左右,大概1米8,重約80公斤 這次,警方在字條找到一個指紋 他們將指紋和資料庫進行比對 但是沒有結果 根據這個星座殺手的作案規律 警方預測7月12日他可能再次作案 他們在布魯克林曼哈頓都安排了不少便衣警察 不過當晚,紐約星座殺手並沒有行空 而且在接下來的兩年,他都沒有任何動靜 直到1992年 1992年8月10日,Highland Park 39歲的Patricia被開兩槍 並被刺一百多刀最終遇害 他是獅子座 1993年6月4日,天平座的James被人從背部開槍 經搶救幸存 7月20日,住女座的John被近距離開槍 子彈射進頭部,John救治無效 10月2日,金牛座的Diane被子彈射到頸 沒有射到重要的動物Diane幸存 不過身體座側部分癱瘓 Diane是金牛座 這次也是作案人出現的唯一一次重複星座 1994年8月,星座殺手寄信到紐約郵報 說這幾個案件都是他做的 並列出了5個作案時間和受害人資料 警方正確定了其中的4個 信裡所寫的1994年6月11日的作案 並沒有相認的案件 這封信跟以往一樣,他向警方挑釁 但是跟以往不一樣的是 在信裡,他留下了重要的證據 這次,作案人用了口水去貼郵票和信封的封口 警方從中成功提取到DNA 另外,信裡還有一組的密碼 作案人畫了9座塔,似乎代表9個受害人 紐約郵報記者Kirian破解了密碼 作案人用國際信號期的方式 畫了23個圖案,代表23個英文字母 記者根據圖案出現次數的頻率 推斷出相對應的字母 作案人在密碼裡說 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 準備好迎接更多受害人 警方沒有兇手的任何行蹤訊息 兇手作案完全是看受害人的星座而定 兇手和受害人應該都不認識 警方目前連個嫌疑人都沒有 始終找不到案件的突破口 時間又過去了兩年,案件終於迎來了一個意外的轉機 1999年6月18日,紐約警方接到報案 一個公寓裡有人開槍,還劫持了一個人質 作案人叫Sader,29歲 被劫持的是他妹妹的男朋友 原來Sader那個17歲的妹妹帶了一個男朋友回家入房 她不喜歡妹妹這個賣毒品的男友 她敲門叫妹妹出來 見一直沒有人理她,Sader拔槍射向房門 妹妹跑出來理論,Sader向妹妹的背部開了一槍 受傷的妹妹跑出去,旁邊屋幫忙報警 警方趕來現場,Sader就劫持了妹妹的男友 在與警方對峙的過程中,Sader開了幾槍 傷到一個圍觀的民眾 談判專家來到,與Sader談了幾個小時 最後Sader決定投降 警方在他屋裡繳鑊13支自製的槍和兩個管炸彈 Sader被帶回警局 警方給了一張紙給他,叫他寫下發生了什麼事 警官留意到Sader的字跡令他有一種很熟悉的感覺 在簽名的時候,Sader在他的名字旁邊畫了一個標示 警方問是什麼 他說自己是一個虔誠的信徒 這是與神有關的符號 警官看著這個標示,想起這幾年的星座控案 他們馬上給對子民DNA和筆跡 結果出來之後發現 Sader就是這六年來警方苦苦尋找的人 警方沒有想到會因為一個家庭暴力事件 而抓到紐約星座殺手 在Sader家裡有大量槍械、軍事相關的書籍 他很喜歡看這類型的書 並從中學懂了怎樣自製手槍 之前他曾經是警方的善人 會把家附近的毒犯信息透露給警方 鄰居都覺得他是一個宅男,不像是一個會惹事的人 Sader自小開始就特別希望可以做一個軍人 在20歲左右,他報名加入美國陸軍特種部隊 但是初試就沒有通過 從過一次之後,Sader性情大變 覺得社會對他不公 警方在1996年 終於抓到了紐約星座殺手Sader 但是其實在之前,警方逮捕過他 1994年3月10日,Sader因持槍被警員發現並被逮捕 當時他被控非法持有槍械 並被提取了指紋送去實驗室比對 看看他有沒有與其他案件有關 那個時候Sader已經作案了8次 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實驗室一直沒有結果出 而Sader被捕時所攜帶的自製槍械被應定為無法使用 所以3月16日,對他的指控被撤銷 Sader被釋放 1998年5月,Sader的案件開庭審理 檢控官提供了45位證人的證詞 和超過150件的物證 Sader是用自製手槍作案 他曾經在信中挑釁 他自製的槍沒有傳統的陰線和陽線 警方無法證明子彈是從他的槍射出的 但是鑑證專家通過工具痕跡鑑定 證實了子彈就是來自於他的自製手槍 再加上他在信中留下的指紋、口水 陪審團沒有花太多時間就得出結論 最終Sader被判包括謀殺、襲擊、非法持有武器等17項罪名成立 獲刑232年 Sader被判了刑,但是大家還有一個疑問 他不認識這些受害人 那麼他是怎樣知道他們生日的呢? Sader自己說是隨機選擇受害人 剛剛好都是不同星座 但是警方認為這種說法只是在敷衍他們 根據那個喝完酒在考慮去女兒家睡 還是回家睡覺的時候遇到槍擊的受害人 Jermaine說Sader作案後找了他的銀包 但是他沒有拿裡面的錢 受害人露宿者Larry說Sader在跟他聊天的時候問過他生日的日期 也有其他受害人提到在遇襲的幾天前有人來聊天問過生日 所以警方認為Sader有可能的做法就是 在開頭的兩三個受害人 Sader應該就是隨機選擇受害人 在作案之後找對方的銀包 看看對方是何時生日 之後就會提前物色好合適的人 想辦法了解到對方的星座之後 再找機會作案 那你又是什麼星座呢?